現在才知道 夫妻學過以前才好 是 我們待會兒有一句話說 這句話很讚耶 對 除了台北我們 男主外女主內 很多成功的男人 他都把財務交給女人在管 沒錯 憲哥你覺得 這句話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 我一個朋友 在結婚的時候 跟他太太約法三章 大的事情由男人管 小事情由女人管 對 結果二十年來我發現 對不對 他說他家裡 從來沒有發生小事 大的事情 對 對 家裡都 連買房子都是小事情 那個女人就把他管掉了 哇 這個大嫂好一定要認識一下 不過啊 聽說今天來的這兩對家庭啊 他們當中的這個男主人呢 其實也曾經想要遵循這句古話 希望可以得到幸福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當他們的夫人呢 越積極的想要幫家裡賺錢的時候 他們反而感到擔心害怕 對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先來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屈哥Vicky 歡迎座吉林志遠 好 這種夫妻的事情 家家有本難念的機會 沒錯 我們請到兩位財經專家 就是我老朋友一如 大家好 剛剛憲哥說大事先生館 小事太太館對不對 對 可是大事小事誰決定呢 太太決定 所以你們家也是 所以我告訴他大事 看一下看一下 對 我的好朋友也下期 大家好 你們家也是女人決定 真的 所以兩位專家也是掌權 掌財務大臣 是 一定要 一定要掌位專家 對 不過剛剛我提到的就是 其實啊 屈哥之前你們家的這個財務大臣 曾經想讓Vicky做 但是後來呢 經過推翻之後 改朝換代 為什麼會這樣 做了三個月半年 才三個月半年 以前我們也沒有這個錢管啊 這個任期也會不會太短啊 也沒有吧 有這麼短嗎 差不多啦 三個月半年差不多啦 是這樣嗎 對啊 因為每個月都是 快要被斷水斷電啊 對啊 誇張 然後電話費 電話就是被切掉 停用啊 光了腳 欸欸欸欸 你誇張 你太誇張了 那時候後來我是受不了了 我覺得今天不是 不應該請到財經專家 應該請補師對不對 哈哈 你真的很誇張 你看 我只要講這些 他就說誇張 我們先讓屈哥就是 闡述一下當時的狀況 為什麼會把財務長給撤換 然後呢等一下讓Vicky 可以為自己 反駁一下這樣 就是我剛剛說的 那幾個月 就是每次到了月底 還是月初就是 欸我電話怎麼又不通了 你知道嗎 這樣怎麼處理事情啊 然後我就去問他 演藝圈的人手機 我忘了繳了啦 什麼什麼去繳一下就好了 什麼什麼 你講話跟你老婆好像啊 因為她是我老婆 果然是演員啊 每次都是這樣 然後後來我是受不了 我說算了 乾脆 乾脆我來管錢好了 以後這些錢我去繳 就不會有這種狀況 我也不會埋怨他 然後也不會有摩擦了 所以其實是 為了帳單沒有繳 就把財務長給換了 對 而且講起來屈哥 也屬於沒有耐性的人 因為才三個月 就把財務長給撤換了 搞不好財務長 還三更半月換了 連夜有沒有 連夜把他換 連夜撤換 但是Vicky 你說不是這樣嗎 我覺得他是有點誇張 但我坦誠 我承認就是說 我真的有點糊塗 可能有時候真的帳單 拿在手上 可是就忘了去繳 這件事情 那或者是說 反正明天再繳OK 但一拖就拖到那個 已經過了期限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子 他這樣子拿回去的話 我覺得也OK 我省得輕鬆 因為我不用一直去跑銀行 那些地方 所以當時屈哥 要把財務大群拿回家 拿回手上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OK還有一件事情 你覺得OK啊 OK 生氣嗎 沒有 我被信任的感覺 我想離婚 有一點生悶氣 但是後來還是覺得OK的狀況 是因為其實 輕鬆 輕鬆之外 就是之前我就拿了一筆錢 去投資基金 結果慘賠 所以大概賠了大概 一個勃金包 所以我就覺得 我有點對不起他 把他辛苦賺的錢 我以為是可以幫這個家裡面賺錢 我就是懷抱了一個很單純的心 我想說那個李磚這麼熱情 那麼熱心 而且我想說 他知道我是第一次投資 而且我是屬於保守型的人 應該推薦我的那個基金 也是一個很保守的 然後應該也是穩賺不賠的 這是我一個 一顆很單純的心 結果沒有想到看 真心換絕情 對 真心換絕情 後來我真的就是放棄了 然後我就 他就說趕快把他輸回來 他很自責是真的 可是你怎麼跟屈哥講這件事 因為他一直在問我說 錢呢 然後每個月一直到 一直到那個期限要到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要用什麼理由來編 編這個謊言 然後自己是不是 可以從哪裡去 補這個頭 A這個錢 然後來補這個頭 其實我真的沒有很生氣 是因為我也不懂 他也不懂 我們就算買了一個經驗 買了一個教訓 這樣子而已 屈哥是會查賬的人嗎 他不會 就完全放任 信任 對 我只是會問而已 錢呢 都會問說 那錢呢 很好做假帳啊 他都不知道 其實我說真的 這邊一直在掐大腿 換掉財務大帳 其實跟這件事情 是沒有關係的 真的嗎 最主要是 真的是沒有關係的 不是因為這樣子 我才沒有 最主要就是 我剛剛講的帳單 的問題 因為每個月 每個月 手機的斷訓 包括到現在 包括到現在 譬如說我們每個月 要給會計師 一些發票啊 是 他也都是每次都是 持繳 像他現在自己在管 像他現在自己在管的話 他也有過那種 沒有繳的啊 然後人家就把我們家電話 掛了 就斷了 然後我就自己去ATM繳簽啊 這種情況 這種小事情 我怎麼會拿出來講呢 都放在心裡面 這種情況 只有我去大陸去 去演出的時候 才比較容易發生 這樣子 請問你上了 已經到大陸演了嗎 我說我沒發現 上禮拜 上禮拜開刀啊 開刀啊 你怎麼這樣子呢 那我們來瞭解一下志遠家 你們家一開始 就是是經過討論 才決定把財務大權交給老婆 還是說自然而然就是他了 不是自然而然 他也沒有討論 他直接掌權 你看像我們母系社會 真的耶 等一下 現在我講 你講 那過去 因為我在家是家中老大 所有事情都是我在掌控 對 那我覺得 做什麼事情 要安排好 有條理 然後買什麼東西 就是花這個錢就好了 有計畫性 一定要有計畫性這樣 可是 我在跟他相處的時候 我覺得 他會不會跟我講說 結婚之後 他那個錢要他的掌管這樣子 對 沒想到 不用講他自己提了 沒有 是誰拿走 他說 他要結婚了 應該就是我來掌控吧 我看到純澤的時候 我一肚子火 為什麼 就在一起的時候 沒有 有時候我們可能錢會借來借 他寫秀借五千 什麼都給我寫借借借 那是婚錢是不是 對啊 他是有計畫的 要記起來 都看了就很不舒服 當然我的錢也有給他過 我也都沒有 你沒有還過啊 所以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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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婆就是長了 財務大權之後 為什麼後來想要把他撤換 我也是忍耐很久 大概到 從結婚到現在也幾年了 八年耶 八年才換 八年才換 對啊 因為收不過他 你比我厲害了 你撐很久耶 直到最近都做了生意 生意的時候 我覺得說有些事情 有些錢真的就是要好好運用 你不能就是 你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對 所以我就會跟他講 要規劃好 你實際住行育樂什麼都要弄 對 總之要安排好 你不能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他連路邊攤這個買這個 你這個也可以買來 三千多塊你買什麼 可是你剛剛這樣子的談話過程 就是你們家母系社會 也不用商量直接拿走 那你要把大權拿回去也不容易啊 因為他做不好啊 做不好 因為那個純潔就越來越少 那個輸出是越來越少 因為就是信用卡的帳單 就是一個很恐怖的一件事 對 就每個月寄過來的時候 因為他喜歡看帳單的 對 然後那個他會直接就是 從那個戶頭裡面直接扣腳 對 所以他就覺得說 我每個月都有錢進去 可是為什麼都 怎麼就沒了 為什麼又一大筆又出去 那平常我們就是有一個固定開銷 對 但是那個他去刷本質的時候 超過三四萬 對 就是每個月都會有這樣子 這麼多的一個支出這樣子 然後他才想到說 哇這很像水龍頭 一直沒有關的感覺 對 除了水龍頭自己沒有關 就是自己一直刷之外 秀琴也滿積極投資的啊 他什麼積極投資 那個失敗的投資吧 好痛苦的 那是誰 那你 我們也是用心量 你耳根真的太軟了啦 真的是喔 他怎樣的投資 沒有他覺得說就是 爸爸我們有一筆錢 那我們是不是說放著 他覺得我很保守 他很保守 然後我就覺得放著 可是我是沒有安全感的人 我覺得錢就放在那邊 沒有關係 我不懂投資 但是如果真的要投資的話 我們就好好運用 好比說你可能投資餐廳 或者投資房地產 就是自己還可以努力去拼來的 這是我看得到的 我現在看我看得到的 可是那個是人家在掌控 人家在管理 我根本不知道啊 對 他就一直跟我講講講講講好 我就跟李磚一直碰他 哈哈 兩個人碰我 李磚然後我說對 真的不要這樣 然後我就是 你一句我一句 他說那這個錢放進去 那我現在要 我要馬上輸回來 可以嗎 然後李磚說可以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結果 結果就雷曼兄弟那個事情 就幹嘛要輸回來 我們怎麼會遇到 就同一個李磚啊 有可能 你們兩個都踩到雷曼 對對 是這樣 我就跟他講說 剛才輸回來好了 不要再虧了這樣子 你那個 一個佛金包 我大概有三個 哇 因為我自己要 偷偷放我自己的 我兩個一起陪 舅琪你對於老公的那種 理財方式 你認同嗎 他就是 比較 比較死一點 然後但是他 錢也沒有 比較保守 錢也沒有多到哪裡去啊 錢都沒有存進去 對啊 不要說我可能會買一些東西啊 還看得到東西 對 他看到我花的是小錢 都不見了 對 他的都是花大錢 而且是消失不見 消失不見 更慘 買一台車放在路邊 然後就隔天 就不見了 車子不見 還被勒索 然後有夠笨的 賭車勒索 賭車勒索 就算了 他還會錢進去 我們今天這一集 不是講詐騙集團嗎 對啊 你幹嘛 你看 怎麼會這麼誇張 他一生中 那個是他人生第一部車 車子是意外 對啊 可是因為志遠是過保守 那因為我董秀琴就是女生嘛 有了家庭有了小朋友 總是希望說 家庭也可以 其實換多一點 所以一般來講 夫妻之間這種 理財觀念不一樣的磨合期 有三個月的 有八年 那到底遇到這種 觀念不一樣的時候 要怎麼溝通才好 大家要做好 要談好 比如說就是說 夫妻兩個協議 有一個共同帳戶 然後就是說 大家要把彼此共同要花的錢 就是放在那個帳戶裡面 來共同來做決定 但是我覺得像剛剛有一個地方 就是在第二個 就是說其實可以借助一些 Excel表 是 就是說把你裡面的一些支出 把它列明 像之前就是有一個先生 他給太太錢 然後他就是一段時間之後 他那個太太又在跟他拿錢 然後先生就跟他說 怎麼這麼快 我一筆錢給你幾天就沒有了 對 可是太太就會覺得很委屈 因為他的錢 可能全部都花在家用上 是啊 我也常常這麼委屈 對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把帳單 拿出來算給他聽 然後就是說 我自己墊了多少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像剛剛我覺得 有很多人的夫妻理財 就是說把消費跟理財 是混在一起的 對 其實可以把這種威權呢 變成雙手掌制 消費的部分 像那個去哥 他消費就做得很好 那這個部分 可能消費可以由去哥來做 那理財的部分 可能Vicky比較衝一點 那可能 可是Vicky可能有Vicky的看法 那可能這時候 你說Vicky管錢 然後去哥就每個月去裡 去那個腳那個會用 那個動作這樣子 那秀琴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做這個 消費可能就要由你來管 那理財資源 可能就是比較保守一點 那他可以有一些建議 然後你來做這個鼓勵這樣子 所以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有雙手掌分泉這樣子 分泉分工 分泉分工 對 才不會互相討價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設立一個公基金 這個公基金是指娛樂的部分 因為我發現有些家庭喔 就是說比如說過一陣子 他家裡的冰箱要換什麼變瓶冷氣啊 變瓶的冰箱冷氣啊 冷氣啊什麼的 所以他們可能就像現在過完年 有人把那年終獎金 要紅包會存在一個戶頭裡面 可是就發現呢 先生把他拿去買重型機車啦 買3C啊 太太把他拿去買化妝品啊 那不是應該是小孩的紅包嗎 你覺得就不講 幹嘛要提重型機車 常常聽到有這種案例啊 就家裡的電器都沒有換 然後可是就拿去變為個人的玩樂 那像這個就是說要設公基金 公基金要花在家庭上面 那私人娛樂就要可能要自費 另外一個自費 那像支援就是你們家 現在怎麼去做那個財務收支的分配 各個當自己的財務部長之後呢 我們就各丟一筆自己的收入的 所以你們家現在其實是各自獨立的 對 然後再丟一筆公基金 那就是剛剛說的 你們已經有公基金 對… 那就是我給他的建議 因為我以前就是這樣說 你看他這個人有多古老 哇 是 他這邊就11住行 我要直接給他明顯一點 以為是要給薪資帶 對 好可愛喔 因為這次他說他在念書的時候 對… 對 然後他就有這個習慣 他賺的錢他要丟多少 你賺多少要丟多少 就像我的話我就是… 隨意他乾杯 沒有他最低一定… 他最低一定要丟5000出來 這樣永遠存不到錢啊 隨意乾杯 其他11住行育樂的話 我這邊就偏高嘛 對… 對 然後呢那個店裡面的 所有的那個支出啊收入啊 都是他自己去掌管 然後我們再丟到我們的公基金裡面 我大概就是薪水的 差不多三分之一吧 可是你每個月的收入支援可以掌控啊 曲中肯掌財務大權 花錢不手軟 曲哥他是管的 有比你當初管得更好嗎 沒有啊 因為他也是不作當的人啊 他就是常常會買東西送人家 送人家禮物啊或什麼 然後都沒有跟我講 可能會被我發現發票 然後或者是… 這也蠻惡劣的 每個月的收入支援可以掌控嗎 在家裡都有那個形式力 那個白板 白板 你看你這裡有多尖丈 對不對 你卻有請命好多通告喔 你好忙喔 你自己在家裡搞的都是白板喔 對 我就是其實讓我自己知道說 我有哪一些控檔喔 這都是經紀公司 掛在辦公室 對啊 怎麼會自己這樣弄 沒有這是我家啊 那你就打在手機就好啦 沒有因為有時候手機我就… 這樣比較清楚 對… 我都有一些控檔時間 我可以排自己的行程 或者是幹嘛 所以這個是比較清楚 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幫我偷拍 因為這樣比較清楚讓我拍啦 因為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啊 我就是可能就要想要從他 在那邊騙一些錢過來的時候 嘗嘗啊你 你就把兩個通告插掉這樣 我不知道這個 我就說沒有上個月領不多啦 所以可能又已經差不多到 date了 對… 你可不可以先再會兩萬給我 他說沒有啊 你上個月 你這個月比上個月領的還多呢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然後因為他在花蓮 我在台北馬上send這個照片給我 他這個月跟上個月的 這個月比較多耶幹嘛 超好的 我整個現在都不太長寫了 這次過年啊 我們就是 我們過年都還在做生意 然後 開學小孩開學那三天 我們店裡就店休 對 你知道他整個人就 三天要還倒 很難的一件事 然後他就說我們就一人出五千 一萬塊 一萬塊喔 就這三天 不能超過 就是加油什麼吃的東西什麼的 阿里阿張 欸 當我知道要去異大世界的時候 異大世界有多好逛 對 然後我朋友就是outlet啊 那個很多牌子現在都打著 都很便宜 我腦子已經浮現很多個牌子 我要去買痘痘鞋 我要去買什麼包包 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我老公說 全部擦掉了 然後你的腦海中 全部擦掉了 這個次的行程 完全沒有雪拼 沒有購物的 沒有購物 就是放鬆 然後你知道嗎 有小朋友 他也都聯絡好親戚朋友 朋友都讓我們就住嘛 就幾乎吃住都是差不多不用錢 都不用錢 就算一萬塊 那如果中間小朋友看到一個 很想要的東西 我們可以買給他嗎 我跟你講他完全不一樣 我女兒在那個書局 還是發現那種小東西的店 18塊的 那個18塊的那個筆記本 爸爸我想要 然後我也跟著爸爸 我要那個390 我要390 還不是3千9 390 我女兒要18塊的 完全都沒有 把我們兩個抓走 你知道嗎 一直把我們推出去 有這麼嚴格嗎 重點是他那個同樣的性質 Vicky啊他給你啊 重複了啦 他已經有了 對他已經有了 我幹嘛還在買呢 他只是看到好去浪費 我還同樣的 我覺得浪費 不是錢的問題 讓他有這個觀念好不好 是… 不是18塊的問題 過年不是去看那個迪士尼嗎 棉花團三個顏色300塊 然後他就說 妹妹你用神明把它吃光 我本年給我吃完了 吃光光 所以就這樣跟我們兩個講 你不敢吃完就完蛋了你 他怎樣是叫做 用神明把它吃光 他是說 因為我們平常買到的 那個棉花團很便宜 對啊 有時候還會吃不完 他什麼就丟掉對不對 妹妹真的不能丟掉喔 吃不完 因為他其實很紮實 吃一程其實就飽了 就很膩了 不能… 然後我女兒就吃到頭暈 又要馬上開車回去 吃到頭暈 太甜就頭暈你知道嗎 這圓那你為什麼想要 這麼努力的存錢 其實我努力存錢是因為 18塊超拼的耶 很誇張吧 一塊錢都要啊 因為我跟他講說 我們有個夢想 我們要… 既然我再回到花蓮去了嘛 我說我們去買一個土地這樣子 帶爸爸媽媽 不管是我媽 還是是我岳父岳母 我們一起住 因為我們原住民喜歡就是 大家住在一起熱鬧 大家子 對 然後我們蓋起來旁邊 可以讓他種種菜啊 養養雞這樣子有沒有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有這個遠大的夢想 希望他再花每一筆錢 都要想到這個 對 18塊 18塊 請問Vicky 那當初你在當財務大臣的時候 一下子連夜被撤換掉 那到底屈哥他管得 有比你當初管得更好嗎 沒有啊 因為他也是不作帳的人啊 他也是沒有寫明細 什麼作帳的人 都沒有啊 花多少就花多少 那妳可以查帳啊 問題是我查不了啊 因為我不知道他花在哪裡啊 所以屈哥就是比較大方 他以前也常常人家 來跟他借錢嘛 然後他就會跟他說 欸 錢是我老婆在管 我可能要問他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我就完全不知道 他到底借了多少錢給人家 或者是有沒有借 有沒有房 這樣 然後或者是他 或者是他就是 常常會買東西送人家 送人家禮物啊 或什麼 然後都沒有跟我講 可是都會被我發現發票 或者是自己去吃好 然後送人家東西 然後沒跟你講 然後會發現發票 對啊 然後或者是自己去吃好吃的 這也蠻惡劣的耶 惡劣 不是 吃好吃 你不吃好吃的 我吃的 可是我是跟大家一起吃啊 你是單獨吃嗎 我單獨吃啊 比較便宜啊 一個人 跟大家吃多貴啊 但之前好像為了送東西這件事情 也鬧得蠻不愉快的 然後 沒有啦 不愉快的過 還上個電視 不愉快的原因是 我覺得他都沒有跟我說 那我覺得他在這方面 他處理 很不會處理事情 因為我會覺得不管怎樣 譬如說 我就算我可能要買個東西送自圓 我會跟他講 我買個什麼東西送自圓 我覺得夫妻是可以商量的 可是他沒有跟我商量 他就自己買的東西 他買的那東西貴重嗎 還蠻貴的 還蠻貴的 不行喔 不過那個Vicky 是不是曾經跟屈哥 也為了買房子的事情 曾經意見就是分歧過 就 因為以前我們都一直是租屋嘛 他決定要去買一個房子 然後那個是頂樓 然後有很大的露台 那我就覺得 那很棒啊 對 可是那個露台是公共設施 不是私人的 就是比如說哪一個住戶 他可能心突然不爽 他就跟我說 我要到你家的露台 我就要讓他開門 讓他去露台 對 我就堅持說不要 我覺得那個不好 那個房子 可是他說他非常非常喜歡那個房子 他就覺得我不讓他買 他其實心裡有點不舒服 然後後來又知道說 那邊的房價有點漲了 他就覺得你看媽 你當初不讓我買 人家現在漲了 而且那個房子住起來 我們一家人多舒服啊 然後一直就是 後來我們看了 我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對 然後那個地方 我不是說我很滿意 但是是 他是透天的 可是我不是很喜歡 但是 他跟我公公都非常喜歡 是因為我公公喜歡 他才喜歡吧 對不對 然後我 我就問了他 我就問了他大概五次以上 你確定要買這個房子嗎 他說我確定 我說真的 我們要簽約了 你真的要搶清楚 你確定要買嗎 我就是這樣子反覆的問他 問了大概五次以上了 他說 確定 他說好吧 那我們就簽約就訂 訂了之後 裝潢什麼的 然後住了 你知道透天的裝潢 就變成是一層一層的那種 對 其實比較成本比較高 對 那這是一點之後 然後另外呢 就是開始住久了 開始出現一些漏水啊 這邊 痺癌啊 對的狀況 然後他就開始在那邊嫌 看他房子有多懶 你這房子怎樣怎樣什麼什麼 看店的方式是讓你覺得說 啊 是我教你買這個房子的嗎 就是那個 沒有想清楚 那個時候只貪圖什麼 透天是 有自己的車庫 很方便 很方便這樣 其實桃園那邊透天 透天的話 比較好賣 在以前 因為那邊的人 以前不喜歡在大樓裡面 大家一起 我也是這個想法 又要會用 所以才買透天 但是你真正住進去的時候 你第一個你要看 因為他四層你知道嗎 沒有電梯 沒有電梯 有電梯嗎 沒有沒有 你出門忘了一個東西 你就 對 皮夾又忘了 再去拿這樣 鑰匙忘了 這個是公園 我們家只有兩層 現在要拿一個東西啊 就是我老公又推小孩 小孩又推弟弟 弟弟又推媽媽 都推來推去的 對啊 這一點我是 住進去以後才 真正體會到不方便 不過我們還是要請問小琴一下 因為夫妻一般來講 為了這種大筆錢的支出 比較容易有一些口角 那要怎麼去溝通 以前在講 聽不懂大富貴 其實它有它的背景 因為那時候農業社會 男主外女主 男人真的賺錢 比較容易在外面亂投資 女人因為走勤儉持家 不是因為男人有錢會變壞嗎 男人有錢 那女人那時候因為 比較勤儉持家 所以可以拉住男人一把 所以以前聽老婆是真的沒有錯 那我覺得現在這個環境 因為大家都雙心了 都工作 我們反而要看說 因為今天大家個性不同 投資經驗不同 所以適合的理財方式也不一樣 反而應該說起來 沒有誰對誰錯 照理說 如果大家有共同的一筆支出 剩下的錢 大家自己去管理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段時間來研究 到底誰的投資能力比較好 比賽看看 那個時候再來看 誰來管這個共同账 大家的績效如是 是不是 還要別裝看草雞 志遠我想再瞭解一下 你覺得 你覺得秀琴很會花錢嗎 不是 其實好 你把我這些東西拿出來 你是要幹嘛 對…這重點在這邊 這些是志遠帶來的 你要開演唱會 在這裡 對啊 他有些東西 我覺得東西對我而言要實用 然後要用得到 不是說你去買了 我覺得很好看 這個怎麼會用不到呢 然後標籤都還在 都沒有用 沒有用 你幹嘛 你只好給你女兒用吧 你也不用 對啊 這買給自己的喔 這衣服 他去哪裡偷 你好像小偷喔 衣服這麼小 怎麼穿 標籤還沒有剪 他覺得很好看 對 可是我覺得好像 是不太適合你還是怎麼樣 這也不是你穿的衣服啊 他就買了 然後也沒有穿 怎麼會這樣把它放在一起 怎麼會不適合 可是那間看起來很小 很像小朋友的尺寸 這怎麼會 這個就是我 我現在很瘦 好像全新的啊 沒有穿過啊 穿進去嗎 那個手臂都已經繃成這樣了 這就是繃帶被小外套 你看這多久以前的 多久了 對 那時候還是 我也不太知道 他媽媽也挖都不知道 比他瘦的時候 請你不要亂挖我的東西好不好 陳志遠愛追夢 讓秀群好頭痛 對 你拿把女兒啊 把女兒訓練成那個珍雅妮啊 對 媽媽 要多上幾個通告嗎 對啊 那個桿子不貴啦 對 沒有 三千嘛 有一次呢 他在家裡 他在我住的地方 然後我去工作 對 我忘了戴鞋子 對 然後那個鞋子呢 就有一次 我們那時候來在開 在台北在開夜店的時候 我們天后就來大駕光臨 阿妹就來店裡 就彭哥 我們的場 然後那時候是春夏嘛 然後她就 穿了一個Gucci的 那個鞋子 我就說好好看喔 美姐在哪裡買的 我想買 妳也知道天后 絕對不會想要 我們跟她種鞋 她就說 這是袖鞋 沒有了什麼什麼 買很久了 一聽這樣我們就覺得 反正我們應該也 遇不到買不到什麼 對 我就要去選 有一天我就去微風 要選這個人的生日禮物 對 我就去選選選選 然後逛逛逛飄飄 她繡鞋丟出來賣 而且打折非常便宜 那個原價五萬三 對 好貴 她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 我也忘了這件事情 我把它藏得好好的 衣櫃的最裡面什麼的這樣 然後呢我就忘記帶鞋子了 然後那天就很想要 上那一雙穿 對 然後我就忘記 我就打電話給她說 爸爸妳幫我拿一雙鞋好了 然後就 以為就是架上的 我說不是 在我的衣�子裡面 什麼什麼幫我翻開 藏得好好的 自己整個也忘記了 我忘記了這雙鞋 妳要把鞋櫃弄 放在衣櫥裡面幹嘛 對 然後因為呢 她就拿的時候啊 然後 她就找她說 是不是那個Gucci的袋子 什麼盒子 我說對...這樣 然後她就打開了 她說 還沒有穿過喔 我說欸 那個就是我們有時候 上那個二手名牌的時候 隨便爛掰 那個很便宜很便宜幾千塊 林秀琴 妳是當我蝦子嗎 標籤還沒 還沒四耶 五萬三 哇 她整個大鞋公 她說妳怎麼會 這麼貴的東西 妳都沒有問過 也買得下去 對 結果不會生氣嗎 會啦 不會 如果是五萬三的鞋子 她應該會 五萬三的鞋子 因為其實實際上 我們沒有買到那麼貴 只是說她當下 她也不管那麼多 她就覺得 一看到就覺得妳騙她 她覺得我騙她 她覺得就是五萬三 她說 我們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要過很拮据的時候 然後又開始跟你講說 我們要買花蓮那個店 對 十八塊 我們的夢想 她說妳女兒的夢想都達不到 十八塊我都沒給她 妳那個五萬三 會不會太超過 然後 我的衣櫃 她差不多就是以顏色來去 她就說 這一區 有什麼不一樣 妳告訴我 她說 因為我很喜歡穿的我鞋 她說這一排 都差不多顏色 是 為什麼要買那麼七八雙 男生不懂 然後她說 我每次看妳都穿那一兩雙 那其他的鞋子 妳擺在那邊要 都是灰塵啊 發霉啊 妳要幹嘛呢 然後她更氣我的是 有時候 我的腳根本就不合那個鞋子 妳幹嘛要買 那妳幹嘛買啊 硬擠啊 硬穿啊 然後腳很痛這樣子 因為妳知道我很不喜歡 我看上的東西 然後別人也跟我搶 然後我就不管 好 買了 然後回家後悔 超痛 就常常會有這樣 她就覺得 穿了一次 然後就沒穿了 妳看 可是好像致遠花錢 也是不慌多讓耶 我剛剛講 光是車子就可以講一堆了 後來就買便宜的 講說不起眼的那種休旅車有沒有 對… 她依然就不去租車位 然後我們那個車子裡面那個 掉了還不租 對 掉了還不租 她講說換一個便宜的 不起眼的路上都有的 然後應該不會被人家看中 喔果真 不知道那小偷一直有的 又是她 跟蹤她 有的跟蹤她 你知道嗎 是不是你朋友啊 太衰了吧 不是 這次 這次是 玻璃破了 裡面說的 連偷三四次 好誇張喔 很誇張 那個經過的巡邏 那個警察都被我罵 你知道嗎 我已經氣到說 你們這個巡邏是假的吧 我車子都會 然後那個五六隻的那個 同一根車主 都沒有耶 我覺得她就是認定你了 對啊 她就跟蹤你就好啦 對啊 太好偷了 出一個車位吧 對 設備還要大 所以現在就有租車位了啦 好 我跟你講 就算停停車格呢 它那個本來就要繳20塊的 對不對 延遲繳 就變成61200這樣 整個下來 那個錢超心痛的 對 然後她隨便就 對 罰單 對 罰單就算囉 然後因為那個車子是我的名指 然後呢 我常常就接到一些什麼 法院的通知啦 那個監理站的 吹廢的啦 然後有一次你知道 他那個已經放一年了 他那個罰單 他停在那個新生公園 他們去打壘球還幹嘛 他給人家亂停 停在公園裡面 就違規耶 你知道嗎 那個可能只要600還是900 他就停一年喔 整個就一直double上去 變多少錢 總共你知道 然後total 我不知道現在監理站 有沒有那麼勤勞 我收到那個罰單的時候 一疊耶 快2萬 那累家 罰單累計的 你知道嗎 好心痛喔 不是 還有其他的 不是只有那一張 其他的 18塊390不要買有沒有 然後一加速 然後就被咔嚓了 我說這個是多少 這張是多少 3800 對 然後還自己變得很氣 然後我很氣 我說好慘 然後這個時候我可以罵你嗎 然後我們兩個就會 只要被照相 然後我們開始就一路上 開始吵架 就不講話了 沒有辦法 那剛剛有講到說 你老公也滿喜歡打高爾夫 也對重機滿有興趣的 是不是 那個高爾夫球真的就 非常高消費對不對 對啊 我就說你可不可以 你是運動員 田徑場跑個八圈 對不對 海邊就在你家 就盡在咫尺 不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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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運動量沒辦法消耗 對啊 你這樣走下去 沒有流汗的 然後穿很帥 要給誰 趕弟都五六十歲了 不用了 對 那邊沒有辣妹 對 然後你知道爬山 我們就隨便 什麼山都可以去 對 都可以攻頂的 對啊 你都要去花那個高爾夫球的費用 對啊 完了還要去吃飯 然後還有一些設備 然後有些球啊 要買一些紀念的什麼的 對啊 智遠聽起來 你自己的開銷 就是對自己就是很大方 反駁 反駁 你有什麼反駁 不是 我跟你講 你有什麼可以反駁 他認為很多一般的觀眾 還沒講重機喔 對 高爾夫球 其實他沒有說很貴 你要看說是在什麼時間去打 對 還有一個就是 不貴嗎 他每個禮拜都有一天 對 你看一千多塊就有 另外最主要是在 擴展你的人脈 對 彈彈性 憲哥可是啊 如果他剛剛智遠說 一千多塊 平常啊 如果跟那個鞋子比 我當然覺得窮 但女兒十八塊 筆記本不能買 為什麼他可以花一千多塊 沒有 他希望他女兒從小 來很節儉的習慣 對 這方面憲哥是說得對 那再來一方面是 因為去那邊可能 因為現在做生意了 所以都會認知一些 要一些人脈 人脈 其實高爾夫球 真正打球很便宜 最怕的是那邊賭 或者是球人 他一棟一棟賭 他球具貴不貴 對 球具有可能也很貴 他都覺得他是 是泰哥物質啊 想他把女兒啊 把他女兒訓練成那個 曾雅妮啊 對 然後還好他女兒 興趣不在此 對 然後我就覺得 他說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我這個桿子 別的那個 他們那個出了有點 我有點心動 我想要換一隻 一直在那邊 我好像要許願詞耶 媽媽 再多上幾個通告嘛 哇 那個桿子不貴啦 是 兩三千啦 兩三千好幾根耶 那重機呢 重機就是他一個人生的夢想 對 然後他這個夢想呢 就在他去年的 十月生日的時候 我差點幫他 快要幫他打錢 幫他圓夢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在上節目 就是上國光還是什麼 然後那個詹惟中老師呢 他有在騎重機 然後洪哥也有在騎重機 對 然後他只要聽到這個 他就會整個就天花亂墜 他就說 媽媽我們如果店裡 如果禮拜一電修的時候 我要環島 他就只想他自己 我說請問後面有沒有我的位置 沒有沒有沒有 好好的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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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上通告 對 那你要去哪裡 環島 他只想他一個人這樣啊 然後那個重機都好幾十萬 對啊 起碼 所以基本啦 但是他會先跟你商量 當然啊一定要啊 會商量 然後你那時候我 我根本不知道說 我以為想說這個五十一百 應該就不會再想了 對 就不要再夜長夢多了 然後呢好死不死 那個彭哥就在跟 那個詹惟中老師在切那個 他們在砍價錢你知道嗎 對 那邊講三十二十什麼的 我說彭哥你們在聊什麼 他說秀琴 志緣有沒有重機 我說 他沒有沒有 他最近有這樣 我跟你講 男人怎麼可能人生沒有一台重機呢 怎麼 連這個老婆怎麼當的 好重要 我跟你講現在詹老師 謝謝彭哥 他說現在 詹老師我在 我在跟他喬這個 不然我這個 我幫你殺價 我剛剛把他喬到三十 我幫你喬到二十 你每個月付一萬塊給他 付二十起嘛 然後付一萬塊給他 我心想說 這樣很像還不錯 而且感覺一萬好像不多 比較不多 我只可以負擔得起這樣子 我就跟他講了之後 他整個就是眼睛真亮 每天就問我說 你買了沒 彈到哪裡去了 什麼什麼什麼這樣子 然後他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之後 有沒有再打給彭哥 我是不曉得 最後 最後我就 這個事情就 就停 我就覺得算了 我還是不要給你圓夢好了 當老公有夢想的時候 就是我們 比起愛買不打緊 還要老公收拾殘局 譬如說購物台中心 堆了三個月還堆在那邊 我們去出國去玩一趟 他就很喜歡帶很多伴手禮 有的時候是吃的有奇效性 最近從阿里門帶回來 那種什麼紫菜肉鬆蛋捲 很好吃耶 對 很好吃 現在我變得早餐 我都存在這裡 像一般來講 因為兩個人除非共同管帳 不然的話你那個管帳那一個人 跟沒有管帳那一個人 他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對 像我沒有管帳我一定懷疑說 你都對自己比較好 大錢就自己去花 那我要花個小錢 你又管得這樣 好像這樣那種感覺 那種矛盾以及不平衡的心理感覺 怎麼去溝通 所以這個兩個人 就是要把那個金錢觀 要溝通好 比如說像兩個人的夢想 不能只完成一個人的夢想 比如說男生是喜歡騎重機 可是那女生的夢想是什麼 買鞋子 包包啊 包包啊 那這個時候其實兩個人的觀念 要先釐清 比如說像之前我碰到有一個男生 他是不想買房子 因為他覺得房貸太高 不如租房子 可是那女生呢 是想要買房子 對 那怎麼辦 對 可是其實兩個人溝通到最後 都是希望退休能夠有好一點的生活 所以後來就決定說 自己住的房子用租的 可是呢 去買一個比較小間的 來做投資 先租給人家 對 可是兩個人方向是一樣的 但只是因為這個沒有溝通清楚 對 那這個把它釐清楚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共同的夢想 其實要把它清楚一點 對 就是分短中長期的計畫 是 比如說我們說花蓮買地 這是一個很美的夢想 對 可是有時候會很遠啊 太遠了 五千一萬大概二十年吧 所以要把它分短中期 第一個階段來說 比如說先看到地 然後我們就去分析一下 比如說五萬塊是不是就是一平地了 然後你就多久那要存多少錢 中期達到什麼目標 長期要怎樣 那這樣清楚一點喔 才不會說 因為太遙遠就不想實現這樣子 那第三個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像那種沒有共識的花費 是 我通常建議要用自己的收入帳戶來承擔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 不要由共同帳戶去承擔 對 如果說比如說太太的夢想沒有完成 可是她拿去完成先生的夢想 這樣也不好 當然現在也有很多太太愛花錢的 之前有碰到有一個太太 她欠了很多卡債 那先生大概三十多歲 對 結果後來先生去法院肅請離婚 說這個兩個人理財觀念不同 結果是被判准語離婚的 真的喔 對 所以你小心喔 我已經被修了姿勢了 你小心喔 一如剛剛這句話一出來 兩個女生就中箭 對啊 我 我其實不是受不了她愛花錢 我是受不了她買太多 小小小小的東西 就比如說購物台的東西啊 沒有 那不是買在東馬市 你在旁邊先這樣 對 譬如說購物台的東西 你一來就是一堆一箱 對 一箱一箱的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每天都在簽書 我看堆了三個月 還堆在那邊 又是堆在客廳 多都沒有時間拆喔 而且連過了那個賺檔 對 很多東西都沒有拆的 有啦 就譬如說我們去 出國去玩一趟 他就很喜歡帶很多伴手禮 你知道 我說說你去要帶那麼多嗎 多啊 鄰居啊分給他們啊 那他有送掉還好啊 有時候還沒送完 因為我想留給你看電視的時候吃啊 譬如說用的時候 用的東西還好 有的時候是吃的有奇效性 有時效對不對 所以你在看電視的時候 你老婆說快點快 要不然就是 要過期了 譬如說最近從阿倫們帶回來 那種什麼紫菜肉鬆蛋捲 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 現在我變成早餐 我都吃那個 我趕快趕快吃得完 一邊上餐都在吃 對啊 因為以前我們投公司的時候 他這個人就是比較大方一點 然後呢 譬如說維林忘了帶什麼 白龍忘了帶什麼 我們忘了帶什麼 他就好像服裝師造型師 鞋子 衣服 飾品 什麼整個他都有 有嗎 你缺什麼 好這個給你 這個送你 沒有哪有 我都是借你們 就是你們不還 然後在節目上一直亂講 後來去哥就覺得 我的錢在亂花 所以他 這也是他把那個財務權 拿回去的其中之一 都是那些姐妹超矮的 假睫毛我們要還給你 是不是 睫毛是要還的嗎 眼影怎麼還 你告訴我 他幾週出來就跟那個 他這樣鋪上去 跟那個旁邊那個不舒服化妝師 前天我去接小孩下課 然後下大雨 我也沒想 因為車子一定有雨傘 車子裡面一定有雨傘 我就開去了 開一下下大雨 然後時間到了 我必須要下車去 去接小孩了 結果我淋著雨戴著帽子 然後後車箱一打開 全部都是鞋子 沒有一支雨傘 我淋到濕透全身 氣死我了 真的 你是不是平常也在擺攤 車子一開到夜市就 後車箱打開就做生意 真的可以這麼做耶 都是化成品 那邊你可以去 可是Vicky去哥管錢 他不會亂花錢嗎 他花大錢 他有什麼樣的要亂花 我說買車這件事情 我很不喜歡男生對車子 那麼的執著 因為當時其實我們家 已經有兩台車了 一台休旅 一台休旅車 一台是他在開的車子 那我那時候是開一台 我爸送給我 快20年的很破舊的一台車子 那我覺得可以 可以讓我從桃園台北這樣代步 我覺得就OK了 我覺得太危險了 因為我們住桃園 對 常常要在這個路上 現在又通告有很多 所以說我們不可能就是每天 都是一樣的時間出門 對 所以我們勢必要有兩台車 那我又有一台七人座 有一台七人座 是有時候全家的 然後帶著爸爸媽媽 所以還蠻掰去哪裡啊 帶著爸爸媽媽 你看男生對車都是有一種 執著一種理由 他這個人非常不執著 他很隨性開車耶 他光是修車好恐怖 我們不是在講村子嗎 開車技術啦 我看突然想到 他開車技術非常的一流 對 非常隨性 非常隨性 那個路邊啊 有那個石墩有沒有 對 他直接嘟過去 再見 主管要你們 真的 我知道這個故事 我開會一下 我一看那個車爛掉了 爛掉了 爛掉了 沒有那麼誇張 誇張 而且他說我買車 我買的都是二手車 但是那個車子是可以不要買的 但是他為了追求自己的流行 覺得說 二手車是什麼好流行的 沒有 因為那個 現在已經是12年的車了 因為那個前車主 把他的車照顧得非常好 而且有改裝過的 對 所以我買這種車 他照顧得很好 狀況維持得很好 雖然12年了 但是我還是 可是那個車子 是可以不要買的 不要買 你開什麼車 我可以開 我可以開你那個車 你可以開七人座 你就是不願意 平常也開七人座啊 你就是要爬哩爬哩那種啊 12年的車什麼爬哩爬哩的啦 對啊 就是來的對車就是有一種虛榮啦 很好 可是你們是不是也曾經 因為Vicky以前是沒有工作嘛 然後現在工作很忙 都有自己的就是財務了嘛 那是不是有的時候 你們的生活當中 也會難免就是老婆出道錢 會為了這樣的事情不高興嗎 今年過年 我就是帶個小孩去百貨公司 買給他們製妝啊 買衣服啊 然後而且我們準備要去日本 去日本玩嘛 那去日本玩因為他不去 對 然後他就 他本來也不願意我們去 那我就覺得是說 那如果這樣 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 自己出錢 對 我自己出錢我帶小孩去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OK 好啊那你去啊 真的嗎 對 他不會覺得很沒有面子 然後 不會 而且 你先講假話 我再會 而且我跟你講 曲哥馬上 他真的很賊 因為我們過年前先去港澳 那港澳是他安排的 是不是 已經去港澳了 你又要去一趟日本 緊接著 對 而且今年他玩好雄喔 我每天看到他在出國 對啊 每天喔 港澳 港澳是他出的錢 但是他 我們出國的 我們出國的那一天 因為他竟然忘記帶錢包 所有的旅費什麼 又是從我這邊拿的 這樣有點過分喔 誰知道我 然後他說他回來 他說他回來要還我 也都沒有還喔 沒還喔 這樣當然不可以 還妳還妳 等一下就還妳 所以就 決定自己花錢去日本 對 我就決定自己花錢去日本 然後就帶小孩 那些費用什麼的 有啦 他後來有 貼補一些 對 就是想說小孩要買東西 所以他有領了一些錢 換給我 換日幣給我 那為什麼有時候 你出錢會造成摩擦 是言語上的表達嗎 是我會 我會講出來說 今天讓他們出去 我花了多少錢 買了衣服怎樣怎樣 色色念對不對 我可能會講出來 因為我要讓你知道說 我不是沒有在花錢 我不是沒有在為這個家花錢 我有 但是可能他聽了就不舒服 對 妳這是花錢 妳不是出錢給我 你知道 不是幫助家人 妳這是花錢 可是他幫家裡 幫小孩買東西 也等於是幫家裡 對啊 如果沒有去日本的話 就不必花那些錢買 那些什麼什麼 羽絨服什麼東西的 沒有啊 還有過年穿的衣服啊 好啦 對 好啦 這樣好像 各位小琴 因為夫妻之間 互相因為一個人在管錢 那另外一個人 如果說他自己幫助家庭 又出了一筆錢的時候 這個雙方在言語上 可能要稍微解制一下 不然常常會形成夫妻這個 那個吵架的一個根源對不對 那有些話 還是不要說出口比較好 比方說 第一個 就是否定對方的角色跟價值的話 舉例來說 妳這太太是怎麼當的 對 我當初怎麼會看上妳 過分 過分 太多了 其實當初會結婚就是因為 認同對方 就說嘛 每個人其實都有認同自己的角色 那第二個就是 就是不要在對方 同一個傷口上傻眼 成年舊帳 因為大家都要往前走 不要再回頭看 那翻舊帳 其實還是會傷了彼此的製作 沒錯 其實夫妻相處啊 真的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但是其實呢 最重要就是 對 溝通很重要 對 那最後我們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對 第一個要珍惜緣分 我們不是說 情節稍欠借 這節怎麼可以來做虎切 那一般來講 在管錢的過程裡面 誰比較節省 錢就交給誰管 誰比較會理財 錢就交給誰管 因為我們常常有一句話 不論黑貓白貓 會咬老鼠的就是好貓 對 所以最重要的不要 因為錢的事情 而傷了家庭的福氣 沒錯 所以人家講說 聽沒嘴大富貴 對不對 對 聽沒嘴大富貴 但是呢 也是要看一下這個貓呢 是開錢貓還是賺錢貓 沒有… 再來決定這個財務大臣 到底歸誰管 也出入所有的來賓 謝謝 謝謝